人肉叉燒包是真實的事件 所改編的香港驚悚電影 相信現在很多觀眾朋友 對這部電影還是很有印象 不過您知道嗎 在臺灣居然也發生過 類似的人肉羊肉爐分屍案件 在一九九九年 一名綽號Alan的女子 當時她走進了基隆的第四分局 她說自己的男朋友在七年之前 就在自家的火鍋店裡面殺了人 而且還把屍體大卸八塊之後 部分是煮成了羊肉爐 來賣給客人吃 而在受理案件的同時 警方她還發現到 當時來報案的阿蘭 怎麼她的上牌牙齒 只剩下沒有幾顆呢 高警官這又是怎麼回事 因為阿蘭的牙齒 就是因為男朋友張宵漢跟賣的 用騙子就是老虎錢 一支一支外星宣給它帶下來 為什麼要帶來呢 因為他反而說阿蘭 給他台南的秘密 共產的遮老 所以甚至於又帶他那些人四腳亂 為他山頂跟車下去 我們想說這車沒有報案不可以了 他還想到說阿蘭 我真令讓他自己感覺 心感 良心過於不去 最重要的就是 當時擁有這個案件的行司 好 高警官講到這個案件 就讓當時警方連結到了 在民國八十一年的時候 發生在北濱公路蝙蝠洞的分屍案件 當時警方在現場只找到了頭顱 以及三個屍塊 因為無法確認身分 最後是以無名師來埋葬 而在案件之後開關驗屍 也證實了死者 就是在火鍋店裡面 被殺害的李姓男子 不過高警官也告訴我們說 這個命案到了這裡 居然又發生了離奇的案外案嗎 就像高警官說的 難道這個命案裡面的人命 所以代表說 蝙蝠洞裡面 命案 可能不是這條罪 好 就像高警官說的 難道這個命案裡面的人命 不只一條嗎 不過雖然最後最高法院事後就判斷認為說 這個屍塊當時DNA的不同 可能是因為警方在現場檢食的時候 混進了洞裡面的動物頭骨 不過這起峰迴路轉的殺人分屍奇案 到現在還是讓人不寒而栗 1993年3月 遠景圍在蝙蝠洞旁 海邊經見三大屍塊 但當時找不到兇手 被當無名師處理 直到六年後一通電話打來 接到一個朋友以前我在 我在排除了管具裡的朋友電話 他說有一件案子要跟你辦 他說分屍案 我說你喝醉了 趕快回去睡覺 不要鬧 然後他說不要 我在那邊分屍等到你回來為止 過程中說 越窮越不對勁 他說他從來沒有這樣子說 一直要等我 結果我們過了差不多兩個多小時回去 他真的在分屍等我們 他說小漢 台其養 他說以前他那個女朋友阿蘭 打電話跟我講的 一通眉頭眉尾的電話 讓警方直覺不單純 原來阿蘭募集綽號叫 小漢的男友殺人分屍 這個祕密埋在他的心中 長達六年 飽受內心的煎熬 終於說出口 我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這麼久了才要 才要出來講 他說 我這幾天喔 一直夢到那個 死掉那個 那個文恩 一直跟我說 全身死打打的 寄來你要幫我循環 寄來你要幫我循環 夢了連續三天 三度被託夢深淵 阿蘭口中叫文恩的男子 原來是揚肉爐點的客人 卻因為酒醉和小漢起口角 被他拿鐵條活活打死 而這天正是文恩的生日 目睹一切的阿蘭 躲在門後不敢出聲 阿蘭就那天就很害怕 一直躲在那個房間裡面 他們地下室 是廚房間那個休息區 聽張家人在墮落的聲音 就覺得很害怕就整 整晚都沒有睡 阿蘭講說他把屍體肢節掉 把可以吃的東西剁成肉塊 給客人吃掉 人肉羊肉爐 見知駭人聽聞 阿蘭生怕自己成了 第二個刀下亡魂 阿蘭很怕他 阿蘭很怕張家人 阿蘭不認識字 經濟人也不好 都要靠張家人 開店來依靠他生活 惹惹到張家人的話 張家人就會打他 他整排的牙齒都不見了 都張家人拔了 他說用鉗子 一顆一顆人要拔 設計就給他拔牙齒這樣子 這很恐怖 越想越危險 如果再不出面的話 可能早晚會被他滅口 有了阿蘭的證詞 案件重啟調查 警方逐一比對全台的無名師 終於發現 在1993年的蝙蝠洞內 曾被搜出頭顱和屍塊 冰海公路的蝙蝠洞 在那個洞裡面 就是有同仁一進去 就看到一個很深的 有三四十公尺 一個小沼的地旁邊 他放了一個火鍋料的箱子 把那個箱子就 要打開自己 看到旁邊有燒名紙 他覺得很怪怪的 就他用那個樹枝去撥他 一撥這個頭顱就滾出來了 然後就找到那個頭顱 當時還不知道死者身分 這顆頭被以無名師保存了六年 但頭顱的主人真的是文恩嗎 半漢警方決定到 瑞芳公墓開關掩屍 他夢到文恩是身上都是水 叫他替他申冤 找到這個屍塊的時候 我們從駒馬鈴拿上來 這個屍體啊 文恩整個頭就是屍的 我們回想是有一點 怎麼講 應該冥冥中啦 文恩他還 他還是吞不下這口氣 那個時候他眼皮還是 還是有一點彈性的 我就把他撐開 最後把他拍照 開關驗屍的場景和阿蘭的夢境 幾乎一模一樣 一直問不到 後來那時候有 公車廳賣票的公車廳 我想說啊 天氣難怪就買個水喝 就下去問 就下去買水的時候 順便問老闆娘 老闆娘你問過 有提過一個文恩 他們說文恩 你找他幹什麼 他已經失蹤七八年了 我們想說啊 那真的找到人了 那真實的本名是李俊雄 跟文恩兩個是差很多 然後我就問那個老闆娘 他說 他為什麼會叫文恩 然後他說 他以前在那個 前面那個菜市場那邊 附近開一家文恩水電行 警方買水喝 誤打誤撞 意外讓案情看見 一到曙光 阿蘭所言不假 可以確定文恩被人殺害了 案情有了重大進展 警方當然不放過 全力氣胸 兇血從頭到尾子 從頭否認到尾 他們帶到那個蝙蝠洞 附近要現場模擬 看到也要突破 順便突破 我看能不能突破心房 那家屬 他媽媽哭得很傷心 就是拉著兇血說 你還我兒子 你要還我兒子 他兇血就很兇的話 罵他媽媽三字形 然後我說 最好你全家死光光好了 滿兇慘的 警方逮捕綽號叫小漢的張硝漢 但他到法庭時否認殺人 法官不采信 最後判無期徒刑 但案件還沒結束 2004年分屍案 再度峰迴路轉 高院何憶廷比對頭顱和屍塊 發現屍塊的主人另有其人 案件在12年後 又多了一條人命 發言的報告是說 撿到的屍塊是臀部的肉 頭顱是頭顱 兩個血型好像不太一樣 是覺得好像 應該是還有另外一條人命在那邊 搞不好是張硝漢的 他又背了一條人命也不一定 因為兩邊丟的屍塊是滿錢 可是屍塊是不同人 張硝漢獄中申請假釋 卻在出獄後 沒多久傳出死訊 追查第二名死者的進度 像風箏般斷了線 拾取線索 頭顱和屍塊 分屬不同人的起案 究竟又是哪個被害者 殘遭殺害分屍 至今還是不解之謎 討論不足 鑲子